Videoまぁ未ены 我們的時間跟匯齡都是有限 壓力 所以 越來越多的女性 是在職場上念入到的另外一個案��릴 我們也要學著趨勢和放下 當你要在職場上面有100分的表現的時候 不一定堅持要當100分的女性 或是100分的性子 其實是這樣也帶來我們的人性就有所措訣 反過來講如果每一顆都要討100分的話 那大家就不是女性了 大家是女超人 所以在取捨跟找到自己最想要追求的目標之間 這可能是我們接下來要面臨的議題 不一定是要面臨去到才是長到的女性 這是我們會長到的任何重點這樣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我想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機會跟信息 對男性來講常常是他沒有足夠的能力 他也想要去打到那個高度或是堅持那個機會 可是對我們女性來講呢 就算機會送到你的手上 你還要問一下我可以嗎 老闆你真的要叫我做這件事嗎 老闆都覺得你可以嗎 你還要再問問自己什麼 先生會吃吃嗎 家庭會同意嗎 所以在這個自信跟機會之間 這個也真的考驗我們當下反應的一個課題 我覺得現在的女性 面對機會也許我們要告訴自己 提起我的腳尖 提起我的腳尖 提起我的雙手 現在也許距離我還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如果 提起腳尖我就可以做到的話 那我就該努力去爭取這個機會 我想 我看到這三件事情呢 我也很不疑今年的人 一半幾個活動 這一場叫做這個大好時代 其實拆開是大女子時代 那紅色呢 是一個熱情的顏色 實際上雪色的 Logo也是紅色 意思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有更多的行動力 我們在面臨這個未來的女性 時代裡面 開展女性的角色 那如果在這幾個夜校上 我們很多人都擺脫 過去的國家 勇敢的做出了女性 時代女性 能夠展現這個個性的話 我想女性在未來 它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呈現 所以上 今天我們請問總統 兩大政黨的黨隊 也都是女性 大家一直不知道 我在財經雜誌工作了20年 台灣財經雜誌的主導人 也都是女性 除了包括天下 雲見 商舟 雪姿等等 財經雜誌的主管階詞 也都是女性 所以台灣男人看的東西 是被誰確定的啊 女性 女性 在座也有少數的男性 也許人不知道 雖然男性是財經雜誌主要的讀者群 可是誰決定寫什麼 怎麼寫 怎麼呈現 其實是女性 是女性 女性的影響力在今天就是說 她真的是無緣 女性的影響 也很討厭 就是說從政治上到家庭 包括男性的主要的這個 怨聽跟認知 當然今天很高興就是說 我在這裡有機會過去一堂 待會大家會看到 很多在職場上面表現 很優秀的女性 她們怎樣探索自己的歷程 那第一位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也是一位非常結束 非常年輕的女性 是這個新意 大家如果在 看過她的作品的話 就知道 其實她是一個很有個性的攝影師 我再來增加這個活動 之前特地拍了一下 她的作品 因為我在媒體工作 其實對影響是非常能感的 很多時尚的女性 其實已經被拍過幾百次幾千次 也不過她的鏡頭 就是有不一樣的呈現 我想對美的感受力 也是女性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這個art 就是說怎麼樣去感受她 理解她 甚至是傳遞出來 我想女性在這個領域上的表現 是可以跟男性很不一樣 而且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是不是請大家 就先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Kiona Kiona姐 OK 我要想辦法坐上去 OK 嗨 今天大家我很開心 一個禮拜六又下雨 然後我覺得最近天氣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我有一點過 我們 我有點過敏 我的助理也有點過敏 不曉得是那個空氣裡面 所以 大家 又有點下雨 然後又 一天禮拜六 大家可以選擇做不一樣的活動 而未來參觀這個 參加這個女樂迷 I'm very honored 我覺得 有你們在座的女性 然後我有看到也有男生 我覺得好感動喔 好感動 那因為時間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也不會講一些 太多的東西 而可能 我覺得有幾個點想跟你們 share 然後說有些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陳欣欣 或不太知道這個女攝影師 做了什麼 然後她是誰 我就很快速想跟你們分享 那在裡面的故事當中裡面 就會發現說 其實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要跟任何人去比較 或者是跟任何男人去做競爭 因為我唯一在競爭就是 對我自己 跟我的一個 自己給我自己的一個 一個目標跟想像 然後再倒推回來 就像我不知道你們最近在Facebook 我很想假如有機會的話 加我的那個Facebook 我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怎麼把你每天的那種 你覺得很瑣碎的工作 但是把它發揮到機制 因為你有一天你回去 就像甚至於我們說 我覺得蔡英文啊 或者是美國希勒玲玲 這些女孩子 我覺得她一生出來 她應該腦子不是說 喔我想當總統 她一定想說 我想要do the best I can 我現在手邊有的籌碼 我現在手邊有擁有的東西 因為對有些人來說 我基本上想說 大家拿一張紙 然後拿一個筆 然後自己把它列擂說 我現在手邊有的東西 我有孩子 或者是我的工作是什麼 你把你現在所有現有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籌碼 所以不太需要去 因為我發現在國外 跟在台灣的一個差別的小寶寺 那個Appreciation跟羨慕 我後來自己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我認為這個 我覺得這實際是 其實我覺得是公平的 就是有一個人假設 他把卡都這樣子丟出去 我們每一個人都附有一牌卡 像打Poker一樣 有些人有好的卡 但是他可能就缺少智慧 或是缺少某一種能力 能耐或者是有耐心 但是他有一堆很棒的卡 但他不會打那個卡 我覺得有些生下來 比如說非常富有 非常有錢 但是他覺得他又漂亮又有錢 不夠用心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是擁有你自己的卡 而怎麼把你手上有的卡 你現在手邊的工作 再表現到最好 所以我剛回去說 我說啊希望你啊 或者是 I bet假如我們有機會碰到Hillary Hillary 問她說 你從小是有當總統嗎 I'm pretty sure 她沒有妙想 而是她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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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想法 應該最基本就是 我想要幫助社會 或者是想要影響 I want to 在社會裡 something的一個樣的貢獻 但是我現在回去了 人家會說 欸那你攝影為什麼 How do you do it 我會發現 You know why It's because 經過那麼多 我現在去微想 我發現說 OK 人家說 很多人很喜歡說 哇你怎麼那麼會公關你自己啊 And I'm like 其實我是個很害羞的人 其實然後話也不是很多 我願跟自己 spend time 但是我沒辦法 要逼我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那久而之久 久而之久 你每天在做 你第一天不敢 不敢去面對 因為我要 我們的goal那時候 我說不打信用卡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在我生命當中 收穫最多的 就是 理念basically是 你能跑越多家 就像假如你今天在打電話 你要從中華電器 假設轉到遠船好了 那你就得到一個福利 你越 我們那時候是 敲越多門 就是越跑越多家 一定會有人 say no 但是沒關係 那個no就no了 反正你就到下一個 到跳跳下一個 還有 但是我們有最基本的 有十個contact 就是有十個基本的東西 他們會有教我們 譬如說 什麼eye contact 怎麼五秒鐘 讓人家立刻要喜歡我們 之類的 只是 那你那個也是要做的 才知道 一定會一直都碰到 那當然到最後面就覺得 好像賣自己 好像把自己賣掉了一樣 不過我現在要回去看 我就會覺得 很多人說 我沒辦法 就要找新衣 因為他很會賣東西 他就是很會PR but 我先回去想 我其實最早以前也不會 我們應該excited 那我們就是一個 It's okay 我們就是個女生 有胸部 沒有胸部 whatever 要生孩子 我們就不太不要 那我們的優點是什麼 每個人都我們的優勢 其實我們這樣子的時候 在跟男孩子 因為以前我會是一個 把自己頭髮剪到很短短 然後開會的時候 我一定會穿一個 西裝外套 就很像80年代 一樣很寬大的西裝外套 然後因為我要證明說 嘿 你們可以做的 我也可以做 但我發現 I was wrong 我根本不需要 了知錯 所以我現在很高興 我覺得有這個Mia 大家在宣宣姐 這邊的CEO 然後大家 create出來這個 女人名 然後也希望說 透過那個女人名 透過可以進 你可以直接 contact我 我每天我都會回人家 你有任何 anything 就真的你可以問我的秘書 他知道 我每天都在跟他聊天 像朋友一樣 隨時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邊人很多 然後人還 我本來想說 大家可以圍繞著我們坐的地上 然後一起這樣子聊天 但我會發現 他從哪裡開始 我覺得 我 我覺得在這裡 這樣聽起來 IBM的女生 然後大 大總編輯 然後各個女生 這裡每一個人都 都非常有 獨一 很出色的那一面 我是你 我每一年我會 一直在檢討自己 就是 然後一直在push the boundaries 然後很honest的面對自己 很像把衣服脫光 看到 不要怕去面對我哪一點弱 然後面對我的弱點 然後怎麼把我的弱點 彌補變更強 然後一直在去push我自己 甚至於push我自己的boundaries 例如說 本來是從 ok我做攝影先拍 因為我回台北 我中文也不太會那時候 什麼也都不會 我不可能找到 24小時的工作 所以 好吧我唯一就是有個相機 我就先從拍 就拍目錄 我先從拍目錄 因為我想說 啊這可以拍快一點 所以我現在可以大概在 在8個小時 可能可以換60套 然後景可以換到 like 30個不同的景 所以ok好 那那個我就過去了 就拍完目錄 目錄就慢慢變成接雜誌 雜誌接完 就剛剛我現在回去想 所以聽起來好像 欸剛剛好就這樣 雜誌完了 開始還拍名媛 名人 名人還開始拍明星 專輯 然後有一天開始 那種像微電影 那會開始找我做主持 但是那個是個failure 因為那個主持 我懂那個老闆 那時候他叫我們快 因為他是一個 有一點給我的錢 就是說不要空想 就想到什麼就去做 因為你試了 你才會知道 怎麼去一直在 讓你改變 去學習 像您剛畢業對不對 找個東西吧 Something whatever 有機會 Just do it 就像我說 我能只找到賣 賣 credit card But I did it And 我覺得 Maybe 我沒有賣 credit card 我可能是一個 很容易碰到 我就會哭吧 但是我可能像 從一樓掉下來 從樓梯上摔下來 我也不會掉眼淚 沒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我覺得很傷心 因為覺得 你會越來越strong的 去面對很多事情 那希望再做各位 因為從了攝影 現在面面變成把 覺得說OK 攝影了 然後我一直在很care about 是把台灣 接下來的 未來台灣的economy 我覺得台灣 我們不要想看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 自己 因為假如你有看一本書 叫Tipping Point By Martin Gladwell 然後假如想要知道的話 也可以再問 more again 我很樂意分享 因為我永遠記得這本書 因為它就是在講 其實一個人其實是可以 慢慢的影響跟改變 那最最主要 所以透過這個攝影 比較因為我從大OK 又比較以fashion這方面 但是只是因為我做了每個東西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 那個時尚的痕跡 但是不管拍什麼東西 我覺得最主要是想要 想要把台灣的下一代 帶到這兩千2020 因為希望說每一個人 在這個社會上的這個 income 跟台灣的economy 可以是be globally competitive 所以我們也 agree了一個 現在還沒開始 但是先有的就是十月 我剛剛跟一個國外 也做了一個電視節目 在Life Inspire 在206台 它是一個英文的 大概有30 million的人 他跟我洽談了4年 但是我一直在覺得 我不想在隨便再做一件事情 然後就這樣當做一個 就這樣子過去 而是這次要跟他們合作 我要做什麼 所以這次是我覺得 是一個算旅遊的東西 旅遊跟介紹台灣 但是它是個超級 innovative 跟 revolutionary 因為他大概30分鐘以內 在六個不同的 他有六個國家的主 對不起五個 對不起 我是第五個 馬來西亞的 他是一個女孩子 他是個貴族 只是他沒有 他選擇出去外面工作 他也嫁給一個貴族 因為他覺得說 人生他要去體驗到不同的角色 才去真的去fulfill it 走到一個這個 journey 有一個這個女的 然後有一個香港的男孩子 他也是個混血人 然後他是覺得說 每一個這個月 這個節目會在不只36個 city 但是七個國家 甚至於在布奈、義尼、馬來西亞、韓國 泰國、香港、新加坡、台灣 還有我不知道我們那是叫什麼 但是這個最主要的是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 在這個土地上 台灣很多人都認為說 台灣就是個腳底按摩 然後東西很便宜 然後一次類推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再邀請這些人 我是非常 所以這個節目 我跟他們一起策劃的時候 我是把台灣的另外一面展現出去 所以會讓會希望說讓各國 然後他會來台灣 他會來台灣 是想要把錢帶回來 帶到一個 所以我basically create了一個 這個 這個還不會出來 我節目十月會先出來 然後我的那棟樓 在巴德陸業 接下來會變成 所以歡迎你們大家 假如在看這個 有機會沒事的話 想想說 啊 就看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 我在跟你們分享 可以來看 我們要create的另外一個 這個platform 怎麼跟全國際上 我的contact接軌 那希望你們今天 把大家的保會的時間 放在這裡 我也希望 我一直很希望大家 每一個人 可以有一個密集的互動 所以 feel free please say hi 就進來我的facebook say hi 然後說 I'm doing you know whatever 然後 那會是我的 pleasure 去跟你們每一個人 可以真正的聊到 因為我覺得 你們在座每一個人 一定都可能 比我的 有一些煩惱跟工作 也一樣多 然後也要可 所以 可以跟我一起share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 全部 我們的power 可以 在這個 global become 一個global citizen 謝謝 謝謝